当今世界是大国,中美,竞争时代,这是美国定义的,美国已经率先出招,中国也已果断应战,可这会儿,拜登却又急着与中国划底线,这就等于是棋局已经开始,当发现自己局势不占优的情况之下,美提出要更改刑企规则,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但是,要改也得中国说了算,把中国定位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确定了遏制中国战略,并对中国展开激烈的攻击,在原有贸易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科技战,强打台湾牌等于是挑战中美建交的底线,同时还公开声称要建立新自由联盟以应对中国,中美战略博弈的棋局是美国人摆下的,规则也是美国制定的,那就是美国优先。 然而,尽管处于弱势的一方,可中国就从未有过不战而降的道理,是不可能因为美国兵临就牵承下制约。 中国最艰难困苦的年代都顶过来了,何况已经是今非昔比的现在。 贸易战继续打,中国也只能是无奈应战,可要计算损失或对比经济现状,似乎美国更惨。 要打科技战,中国反对自然是无效,更多是被动挨打。 可目前来看,中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强劲发展势头不减反增,而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却率先较苦不迭了。 而在中国宣布要对加,折等重要战略资源进行限制的时候,美国相关实体更是怨声一片。 拜登扩大芯片出口范围限制令还没出,就又同意了国内实体可以出货。 显然,科技战也不是那么好打的。 其实,目前中国主要还只是处于防守阶段,还没有灵力出招。 这让美国悠着点,或给美国留出悔旗的考虑时间。 一旦连续出招,美国会更难堪。 除了打压中国经济和高科技,美国还强打军事牌,积极推动在中国周边建立反华舰队。 美国舰机也增强了通过挑衅向中国进行军事威慑与讹诈。 正是由于我军的强势反击,让美军有些手足无措了。 更由于两军沟通渠道受阻,增加了擦枪走火的危险。 如今的情况是,不管南海东海还是台海, 我军都已经实际上打破了美国一再警告不要改变的现状。 现状就是,不允许美军在中国家门口撒野。 目前,美国在明居不占优势,甚至有点无奇可走的感觉。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暗招或盘外之招令美国难以招架。 尽管乌克兰战争危机与中国无关, 可中国的立场态度却是决定战场态势和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立场可以说,给俄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俄无后顾之忧。 这就是真正的战略互信。 达持久战,美国要受到严重的消耗和牵制。 可目前停战,很可能就轮到中国上场当主角了。 问题是,不能让俄实现军事行动的目标。 或者说,目前停战就是美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败。 拜登可以负得起拱火战争这个责任, 可负不起输掉这场代理人战争的责任。 中东和平进程和地缘政治正在迅速推进。 中东可是美国全球战略最重要的一环。 而中东和平进程虽然不是由中国主导而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行动, 却也是在中国引导和推动之下引发的。 关键的是,中东和平进程与中国中东国家合作的升级进程是齐头并进的, 也是相互促进的。 还有一点就是, 中东地缘政治的去美国化又成为了全球性去美元化浪潮的推动力。 石油美元脱钩, 中东复国与美债疏远, 这是去美元化的最大动力。 当然, 这就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了。 而中东经济发展也好, 经济转型也罢, 正是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好时机。 这肯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苦的自然也就是美国了。 问题是, 美国目前无暇顾忌。 除了中东地缘政治在快速演变之外, 近来非洲国家联盟也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目前, 非洲国家联盟竟然独自出面参与乌克兰危机的调节。 这表明了非洲国家也要独立参与全球治理。 而即将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据南非方面透露, 所有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将参会。 这可不仅是给中国面子, 而是表明了非洲国家有强烈地推动南南合作的意愿。 这表明了对美国西方的严重失望。 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除此之外, 中国与中亚五国达成了历史性合作协议。 中国与拉贡体国家的合作也在有力地推进。 正所谓西方不量东方量。 既然美国要与中国脱钩, 既然欧洲国家还犹豫于与中国的合作, 那么中国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加强, 推动建立南南合作新体系, 则会倒逼世界变革。 以上这些都是盘外照。 尽管要出成果还需时间, 可一旦出了成果, 世界就一定是天翻地覆了。 那就真正意味着西方世界秩序时代彻底结束, 也就是东方世界的回归。 目前, 美国肯定有心一战, 可还缺乏一战的勇气。 至少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决战的物质核心理准备。 不能一战, 又不能放弃打压, 制裁封杀, 又要承担巨大的损失。 关键是, 中国目前的盘内, 盘外照看似简单实实杀招。 那就希望着坐下来谈。 一是希望能够通过小知以理, 动之以情势的方式说服中国。 让中国遵守基于美国规则的秩序, 或者说按照美国划定的范围发展, 又或是以美国的方式合作。 否则就开战。 要么就是通过友好对话, 也提出美国式合作共赢。 那就是, 中国不使盘外照, 美国不继续对华放大招, 保持目前的压力不变。 但前提是, 美军在中国家门口, 必须有所谓的无害通过权或自由航飞权。 这些在近来白宫要员密集访华, 和各种场合的言论中就可以体会出来, 特别是最新的一次互动。 据美媒报道, 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举行工作磋商, 双方围绕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换了意见。 这一次互动就很有意思, 级别降低了。 前面来的都是内阁要员, 后面要来的也是。 可中间突然插进了一个低级别的对话。 很显然, 这表明前面的和后面的高级官员对话可能都不算数了。 也就是说, 中美之间有可能要开启一种全新的对话形式。 当然, 这一次对话中美方正式向中国外长王毅发出了访美邀请。 也就是说, 此次对话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谭王外长访美事宜。 对于此次对话, 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两国将成立两个工作组, 专注于亚太地区问题和海洋问题。 此外, 还有可能成立第三个工作组, 专注于更广泛领域的问题。 显然是意在弱化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 并强调, 美国不会重现前几届政府的正式对话模式, 也就是用新的对话形式取代旧的安全或战略对话。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哈斯表示, 美国对位谈判而谈判不感兴趣, 也没有重启过去存在的正式对话。 他称, 在与中国的沟通中, 美国方面没做出任何让步。 我预计这种态势将继续下去。 如果真的是如此, 那就意味着要开启一种新的对话形式。 白宫这是何用意? 是对过去的全面否定吗? 不大可能。 那么还能有什么新花样吗? 成立工作组似乎在巴厘岛会晤后就提到过, 并没有细细说明。 成立工作组就意味着是从低级别开始了, 也就是从基础和细节开始。 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有点心打鼓令开张的意思。 说到这里, 就不由地想起了之前白宫官员提到的建立或实现中美关系的在平衡。 中美关系的在平衡似乎只提到过一次, 之后便没有下文。 至少拜登和布林肯都没有提到过这个词。 这可能是白宫内部人员自己的理解。 之所以没有公开用这一词, 或许是怕引发外界的误解。 不管是平衡还是在平衡, 都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 容易给人一种白宫耸了的误解。 可是实际上, 中美关系也确实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否则就是在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奥巴马时期开始, 中美关系的平衡实际上就已经被美国打破。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世界加工厂和世界超级市场的合作模式。 如果美方不想现在就与中国全面对抗或冷热战, 就必须寻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平衡关系。 至少要相对稳定。 自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平衡战略开始, 中美关系的平衡就已经实际上被打破。 特朗普时期就已经是爆发了贸易战。 这实际上已经是站在了冷战的边缘。 而拜登政府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对手,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同时,也明确了目前的世界实际上进入了中美大国竞争时代。 实际上,中美的冷战已经开始。 只不过,这是中美单打独斗,没有形成阵营对抗而已。 即使是在美俄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的情况之下, 还要对中国同时进行强力打压。 这一系列动作都表明了中美关系已经严重失衡。 也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发生的质变。 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从近来,白宫高官一再表明, 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或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对抗来看, 白宫也确实是在寻求建立新的平衡关系。 而从白宫高官强调,还会继续做中国不喜欢的事, 以及为中国划定了无害繁荣的发展范围来看, 所谓的平衡,就是把美国置于中国之上的不对等的平衡。 尽管美国不想冲突,可打压遏制中国是必须的。 因为中美的竞争,即使不是霸权争夺, 也是在竞争领导权。 这是非赢疾输没有平局。 因此,贸易战还得继续。 只是有可能换个打法。 科技战更不能停止, 这涉及到实力地位的问题。 美军在亚太增强部署不能变。 这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王牌。 例外里,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改变。 那就是,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 以换取美国不对中国的正常贸易进行打压。 也就是让中国经济体制提速放缓。 最好是不要再提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维持小康社会状态不是挺好的吗? 何必要一战? 中国要维护的核心利益, 就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 不想与美国对抗, 不想发生战争, 中国就必须做出让步。 这就是中美关系在平衡。 当然, 中国只是核心利益上让步还不行, 还不能出盘外招。 或者说, 不要在国际推动变革, 不要推动去美国化和去美元化。 甚至于不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合作。 换取中美之间相对的平衡、平稳。 一句话, 就是中国不要再对美国的政策措施做出过激的反应。 这就是防冲突的底线。 商务部长马上就要来华, 谈的肯定是贸易问题。 这肯定涉及到中美贸易战问题。 尽管还没有爆发危机, 但美国却始终站在危机的边缘。 近一段时间,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下降, 主要是美国对华出品下降。 一方面是美国的限制, 另一方面则中国增加了更多的贸易伙伴。 特别是美国需要中国大量增购能源和农产品, 中国正在拥有充沛的货源地。 美国肯定还是希望中国购美国祸雇美国人。 另外, 中国对外开放力度正在扩大, 美国跨国资本可是都等得急不可耐了。 这也是重点之一。 对中国半导体芯片的打压, 确实给中国带来不小的困难。 可目前看来, 这个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 重要的是,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创新与核心制造 正在取得突破性进展。 美国封沙维, 中国相关企业空出了大量的市场空间, 这等于是在助中国相关企业减少竞争压力。 而台湾问题上, 虽然是美国内部的政治正确, 但却被中国借力打力彻底改变了台海所谓的现状。 南海和东海也是如此。 中国反介入区域, 拒止让美军在亚太难以成为。 总之, 这些年来的中美战略较量, 美国既不得是也占不到便宜。 相反, 自己的伤害远大于中国。 关键是, 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始终不减。 鼓励中国的结果反而是中国影响力声的更快。 因此, 拜登此时可能是想改变规则, 改变玩法了。 稳住中国, 不要发权力。 最好能够说服中国, 做出牺牲和让步。 当然, 还是要当面为中国画出美国的战争底线。 大国竞争才刚开始, 美国就想改规则, 改玩法。 真的是你想如何就如何了,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要改规则, 也得中国来改。 要实现真正的对话, 就必须满足中国的对话条件。 而中国提出的对话条件不是用来谈判的。 没有诚意, 中美任何形式的对话都将失去意义。 美国要求对话, 自然是发现目前的斗法玩不下去了。 也就是想改变玩法, 改变棋局规则。 很可能美国是想让中国接受高科技封杀的合理性, 默认现状的事实, 或者说接受美国的国家安全观。 保持对中国高技术与核心制造的封杀打压不变的情况之下, 与中国的所谓常规贸易保持不变或增加。 把商务部长放在最后访华, 显然以为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达成某种共识。 也就是在对华3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问题上会有所让步。 也很可能解除一些对中国相关实体的制裁或限制。 投资问题上也会能所松口。 这也表面了贸易关系还是重点。 或许还会要求日澳等国在中国加入CPTPP问题上松口。 美国也很可能在台湾问题上约束民进党或者减少与台湾的官方往来。 当然,还会以合作的名义要求中国不要推动地缘政治改变和去美元化。 会要求中国在上河组织、金砖国家扩边以及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优着点。 会要求中国与中东南美国家不要打得太火热。 最关键的就是俄乌冲突的立场问题, 也就是中美全方位合作问题。 中国不一定非要对俄提供致命性支持, 中俄正常贸易增加太猛,对俄帮助太大。 总之,拜登很可能有心弱化对华战略打压攻势, 以避免恶斗下去无法收场。 但打压遏制中国高科技, 推动建立与中国竞争的联盟, 在中国周边强化军事部署,这些都不会改变。 弱化中美常规贸易战, 推动在所谓的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里的合作, 借此以稳住中国或者是不使中国在战略上强烈的反制, 也就是建立中美关系的新的动态平衡。 然而,既然世界已经进入了中美大国竞争时代, 既然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敌手, 既然美国已经出招, 中国的反击就不能停止。 因为,从战略布局的角度来说看, 可以说中国已经取得了优势, 乌克兰战争的消耗与牵制, 中东等地区地缘政治的加速演变, 去美元化浪潮的兴起, 中国主导或引导的独立于美国西方的国际合作体系的建立, 等等,这些都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打击。 而中美两国的境遇相比, 中国也明显要好。 如果此时中国要收手或弱化, 等于是前功尽弃。 因此,要改变游戏规则, 也不能由美国说了算。 这场大国竞争棋局如何玩下去, 绝不会以美国意志为转移。 最后要说的是, 如果接下来的对话达不成共识, 美国很可能在军事上对话施压, 通过制造台海、南海、东海以及朝鲜半岛危机, 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这也是美军急于与中国军方建立沟通渠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美军目前也不敢拖大, 美军向来擅长玩战争边缘游戏, 不战而屈人之兵。 只是近来我军的反击太猛, 让美军心中没底。 如果只是一两艘战舰战机前来挑衅, 一旦擦枪走火, 美军是肯定吃亏。 可也不能因此就事先大兵压境, 走起火了, 可就无法控制了。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观看